HELLO 大家好,我是簡易廚神Jenner 不少食材的外貌非常相似 新手來到街市買菜就更難分辨 所以我們今次請來專家帶路 先教大家如何分花甲、沙白、蜆 這三種難分的海鮮 Let's go 花甲的花紋比較特別 橢圓形 顏色會有大黃、大啡的顏色 價位都是中價 沙白蜆會有黃色、灰色和黑色 多數是線型 價錢都是中價 很大眾販的價錢 這隻是大蜆 另一個名叫白蕃薯 外形有點像花甲 外形都帶橢圓形 表面上都有一些坑紋 比一般花甲會再大隻很多 這個價位都很大眾化 件來說會比較便宜 花甲的肉質會比較快熟 一般用來炒的話 最後才下鍋 因為如果過了火後 肉會比較小 肉質會比較鮮甜 再配上豉汁炒 這類別也會比較好 沙白大多數都是用來放湯 用來煮海鮮湯 做湯底 就是最佳的配搭 大蜆也有八搭 放湯、打火鍋、炒 一樣可以 YOOHOO